最近有一部正在热播的古装剧火爆异常 它就是由陈兴旭和彭小冉主演的东宫 这部电视剧里的男主虽然扎到极致 但是剧情紧凑不拖沓 主演的颜值演技全程再现 因此就算是被虐的肝肠寸断 观众们也还是要追下去 这部剧中的帅哥美女的确很多 但是小编却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名字 她就是在东宫里饰演高显的扮演者旅行 高显疑心众 成俯身 最擅长扮猪吃老虎 和男主李承鄞是一敌一友的关系 人物形象十分鲜明 女别看东宫里的旅行满脸狠肉 感觉很魁梧的样子 多年前的旅行可曾经因为颜值大火 2005年 电视剧刁蛮公主播出 而旅行在里面饰演的就是白云飞这个角色 14年前的白云飞如雅帅气 有勇有谋 她是很多剧粉心中的白月光了 但是看到东宫的时候 你是不是完全没有认出当年的白云飞呢 只能说 时光是带珠四料这句话果然没说错 旅行这枚小鲜肉也还是逃不过中年危机 旅行出道了18年 因为葛优外甥的身份 旅行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 虽然旅行和葛优曾不避嫌 两人还一起合作拍摄的电影 但是旅行出道那么多年来 始终言于律己 可以说是难得的林富平艺人 虽然现在的旅行已经没有了当年帅气的模样 但是她的演技依旧很出色 你们对旅行有什么印象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请大家 欢迎订阅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会订阅点栏目 ultimate训组会和拍摄的电影 请大家 欢迎订阅点栏目 新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新识ination栏目